记者陈建制台中报道,大理区草湖西在建民桥上游的右岸提防,不但提防破面老旧斑驳,提鼎也因裂缝凹凸不平,民众一不小心就可能跌到受伤,反观不远处迎连一桥下游的提鼎,去年铺设自行车道后,成为民众运动休闲的好去处,黎明都抱怨同样大理差很大,经历伟和新纯,建民里长阳进路争取, 水利鼠三合局决定斥资500多万,在建民桥上游铺设提鼎不到,并进行泼面绿美化,提供民众舒适的运动休闲场所,大理建民里长阳进路今天表示,草湖西在大理从建民流津图城,瑞城等里,其中营连一桥到美群桥间,全场约一四公里的提鼎,过去杂草丛生, 自从去年三月市府铺设提鼎自行车道后,因景色优美,每天都吸引众多民众前往汽车散步。 杨进路说,而美群桥下游一直到大峰桥,市府也规划新建自行车道,目前并已在进行规划设计阶段,唯独建民桥上游的堤防,不但堤防泼面老旧斑驳,提顶还出现裂缝,民众散步,慢跑一步小心就可能跌倒, 黎明不断向他抱怨,同样大力为何差这么多。 立伟和欣诚表示,接获陈勤后到场查看,发现堤防环境确实不佳,认为堤防除了防洪更因成为民众运动休闲的场所,并发挥美化社区环境的功能。 经向水利鼠三合局争取,日前已决定斥资52,7万将建民桥上游又按约547公尺长的堤防进行绿美化。 水利鼠三合局公务客今天表示,次向工程近日已动工,工期约两个月,除了在堤顶铺设压花的瓶铺面,并将在堤后坡进行附土绿化, 种植耐旱且四季长绿的台湾原生种碎华木兰,完工后将能提供民众更舒适的运动休闲场所。